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日 十二日将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二千零十七 Rain 我敢流落男演唱会 十四日举办记者会 他两年来在北京 学礼 纽约 伦敦巡演 目前共舞十一场 他说最难的挑战是离家这件事 尤其是与两岁的儿子分开 通常演唱会第二 part 我下台第一句话 就是问儿子睡了没 礼拜五公司一接我上车 我就变天后 礼拜天一早最早的 飞机回家 一出来就打电话说 把冰箱冷冻的肉拿出来 我很喜欢这个转换 他乐于当一天半的天后 其余时间是平凡嘱咐 他还正在筹备电影 准备当导演 老公中十里挺 但竟一句话惹哭他 有一天我做完晚饭 把孩子哄睡 然后冲去找电影资料 他突然跟我说 我觉得你可以不要再做饭啦 你应该专心做电影 我就受伤了 他觉得老公察觉他的手忙脚乱 但很多事情我想要四 记忆做梦 比如副食品 比如儿子快睡着前的 胡言乱语 都不能错过 距离他上次见台湾媒体 已两年 问到事业如此繁忙 是否有第二胎计划 他说 我不做记者会是因为 不想说假话 如果我有机会 一定希望给我儿子一个半 因为一个小朋友 是很不单的 他这一阵子 时常邀人来家里做客 就是希望能让儿子不寂寞 有机会希望能再生个伴给他 虽然看着我的年龄 应该是没有张柏芝诉苦 买不及新衣 被欺负十八年 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关后 独自一人照顾两个儿子 是许多粉丝眼中的好妈妈 他虽然知名度仍高 却也被向太陈兰 杜琪峰等娱乐圈重要人物 点名难以合作 卸约瑞姐 收入也跟着大缩水 身上的经济压力更大 除了自己和两个儿子外 他以往连双亲和同母 异父的子子都照顾 扛起所有生活重担 终于忍不住在社群网站上 对着网友大吐苦水 他在 脸书和IG速度 透露自己的手头不宽裕 压力沉重 他曾经在IG上 发过一张裸女冲浪的照片 写道 要不是有家庭负担 好想像他这样滑浪 已令不少网友 为他感到心疼 纷纷留言替他打气 他最近又在社群网站上 表示自己穷 不买新衣服 不请设计师 除了道具外 筛裤鞋袜 都是自己一手一脚做的 买不起新包包 旧的包包循环利用 连化妆师好友 都帮忙处理一些事物 简直和想象中的 大明星感有的生活 相差十万八千里 外界都知道 张柏芝对于 弟弟张豪龙 始终关外有加 他在社群网站上 发布弟弟照片时 则写了以下留言 他一定在想自己的 此次十八年来被人欺负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我太了解他了 暗示自己已经被欺负了十八年 十八年前正是西元 1999年 张柏芝仍是又拍电影 又出唱片的红牌偶像 自此之后 他凭辱忘不了登上 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 与谢霆锋 的恋情 亦是各大娱乐 新闻报道的焦点 更被卷入了 陈关西的预兆事件 原来在那些年之间 外界看他风光无比 背后竟有如此多的 辛酸泪 17年婚姻 不是说分就分 温比较真心身边人 何时结婚17年 最近同老公和祖 光闹或变的温比较 安润 中午十分现身机场 透露为工作离港数日 安润 身穿白色吊带裙 化了妆都颜种种极有眼带 脸容略憔悴 面对在场守候的大批传媒 她先多谢传媒、家人、朋友的关心与爱惜 然后入正题说 两个人相处 没可能永远风平浪静 可能会有些小风波的 安润直言跟老公游 开始至今都是两个世界的人 尤其是作为艺人的她叫情绪化 老公则是生意人 好多观点有不同 又各有各忙少见面 在了解和沟通都有不足下出现了问题 但强调事件没大家想下班严重 未有办理过任何手续 并说 17年感情 不是说分开就可以分开 她称这是令她更明白 他们依然互相关心 故会互相珍惜对方 然后 Iron又在社交平台贴文表达心声 留言 只要你懂得珍惜你 身边所有的人和事 你就能够得到最大的快乐 且仅且珍惜 共免之张柏芝诉苦 买不及新衣 被欺负18年 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关后 独自一人照顾两个儿子 是许多粉丝眼中的好妈妈 她虽然知名度仍高 却也被向太陈兰 杜琪峰等娱乐圈重要人物 点名难以合作 谢约瑞姐 收入也跟着大缩水 身上的经济压力更大 除了自己和两个儿子外 她以往连双亲和同母 异父的子子都照顾 扛起所有生活重担 终于忍不住在社群网站上 对着网友大吐苦水 她在脸书和IG速度 透露自己的手头不宽裕 压力沉重 她曾经在IG上 发过一张裸女冲浪的照片 写道 要不是有家庭负担 好想像她这样滑浪 已令不少网友 为她感到心疼 纷纷留言替她打气 她最近又在社群网站上 表示自己穷 不买新衣服 不请设计师 除了道具外 筛裤鞋袜袜 都是自己一手一脚做的 买不起新包包 旧的包包循环利用 连化妆师好友都帮忙处理一些事物 简直可想象中的 大明星感有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 外界都知道 张柏芝对于弟弟张豪龙始终关外有加 她在社群网站上发布的叠叠照片时 则写了以下留言 她一定在想自己的子子十八年来被人欺负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我太了解她了 暗示自己已经被欺负了十八年 十八年前正式西元 一九九九年 张柏芝仍是又拍电影 又出唱片的红牌偶像 自此之后 她凭辱忘不了登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 与谢霆锋 的恋情亦是各大娱乐 新闻报道的焦点 更被卷入了陈关西的预兆事件 原来在那些年之间 外界看她风光无比 背后竟有如此多的辛酸泪